好 另外我们持续来看到的呢 就是蓝白和到底有没有要和 又要怎么和呢 大家都在等待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他们公布这个消息 那么在8号的时候 柯文哲他甩出了三份的民调 他说呢他的民调都是领先的 这个难道是分手性吗 因为来看到柯文哲他公布的这份民调呢 在加全之后 他是领先赖清德的 他是32.82% 但是赖清德只有30.91% 所以柯文哲他就是用这份民调 去跟国民党说 其实呢他是最有机会 可以赢过赖清德的人 不过这份民调 其实也引发了很多争论 因为说你加全之后 怎么会变这么多呢 因为明明前面一开始 都是侯友宜领先的 但是加全之后 突然之间你柯文哲是领先的 很多人就觉得 这样好像真的是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从各家的这个民调来看呢 其实领先的都是赖清德 再来是侯友宜 那么柯文哲他都是垫底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说啦 到底谁赠谁负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前立法委员郭正亮他就说了 他听到国民党有一些朋友表示说 他们怕呢如果是进行全民调的话 怕民进党会进来灌票 那他就在问了国民党朋友说 你确定民进党他们说会灌给柯文哲吗 国民党他们担心用全民调的逻辑 是因为怕民进党会进来灌票 因为双方的差距并没有很大 就认为这样会失真 所以他就问了嘛 到底为什么不全民调 到底是在怕什么呢 因为赶快用全民调的话 其实谁赠谁负这件事情 就可以赶快的解决掉了 那么现在针对民调呢 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这边 双方的意见还是很多 也频频的爆发一些口水症 来看到侯敬办他们说了 民众党发言人戴宇文 他说求真是国民党常用的民调公司 那么民众党发言人陈志涵更说了 近三年国民党党内初选 多次都是委托求真的民调 但是呢 求真民调公司成立不过才一年多 所以至今也没有列入 国民党初选的民调公司名单内 所以根本是没有办法帮国民党执行 正式初选民调 所以他们就说了这个表示 民众党他们发言人的相关谈话 是跟事实完全不符合的 偏误程度恐怕跟他们所发布的民调 结果是不相上下的 而且他们也讲了嘛 民众党的另一家自费委托的 趋势民调公司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是更大的哦 因为他与汇流民调呢 就是同一个公司 是长期跟民众党配合的民调机构 并且过去公布的民调结果 也经常都是有一些偏误的跟失准的 所以国民党这边也说了 柯文哲的科学民调 其实是不攻自破 俨然是在自娱于人 所以这边是国民党 他们给出的一个回应 不过来看到黄珊珊他怎么说呢 黄珊珊他就说了嘛 如果现在都无心的话 何需要在内参民调问卷题目中 强调整合成功呢 他说柯文哲 竞选团队还有民众党他们在过去一个月 甚至未来正式登记参选之前 都会秉持着 他们是用务实理性科学的方法 来找出最强的候选人 要来实现政党轮替 因为这个就是在野党 他们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政党轮替 要下架民进党 他说这样的原则 是不预设任何立场的 与国民党讨论如何来进行合作 让民意在投票日 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 因为现在看起来民意大多都还是支持 要下架民进党的部分 所以黄珊珊呢 她的说法是比较缓扎一些的 她希望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是真的能够好好的合作 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民调呢 它是区立委跟不分区立委 非常让大家意外的是 政党支持度排在第一的 都是国民党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代表 选民他们现在想要下架的 就是民进党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是QuickSeek 与秦大数据创办人 黎荣璋 他就说了 2024总统大选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一场 诡谀多变的战局 因为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 民调显示的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他说到今天为止 都很难断定 到底最终谁会输 谁会赢 这个都是目前还不确定的事情 最直接的观察 就是民调数据和网络大数据 呈现的各项指标 其实到现在为止 都还不一致 所以2024这场选战 到底谁输谁赢 其实还非常难说 蓝牌和卡关 柯文哲公布三份民调狂呛 说只有自己才能赢过赖清德 但不只两间公司民调被质疑 使柯文哲找来的民调公司 更遭到媒体人抓包 民调原始数据 后移的制度 原先大胜柯文哲5% 但在可以加决后 结果竟然大逆转 后移从近5%变成15% 同一份数据相差近13% 你的视话调查 有很大的不足 都必须把原始的样本 加全调整 柯正英紧急开 记者会解释 但仍是饱受质疑 应用在视话上的加全 套用在手机上 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手机都是年轻人在使用 所以这个就是 为科学的一个产生的过程 玩耳调侃 柯文哲管智商高 一加全就会猪羊变色 男的都变女的 年轻人又加全 他等于加全两次 这个结果当然他占便宜 加全以后 误差的便宜更大了 真的要做的话 是应该有长期的主流媒体 以及主流民调公司 非常有公信力的好好去做 从柯文哲的民调中发现 就没把后遗当成搭配选项 柯文哲8号还跑去 郭台铭家吃饭 到底是把国民党 当成合作对象 还是整治对手 网友炸锅炮轰 国民党笑死人了 你还想结婚礼 人家把你当敌人听见没 柯团队骂国民党比骂民进党还要多 到底是想下架谁 柯坎思无心和侯搭配侯仪的另外一个选项 难道会是韩国瑜吗 韩国瑜市长 跟我的信念都是一样的 最主要是支持中华民国 这个安全 大家也都要做好政党轮体 但罗美蓝白河 真的政党轮体下架民进党吗 你不合的话都输了 所以你没有行政权 其他基本上都是空的 只要有三组人 柯文哲也不会当选 你希望下架民进党 还是不希望下架民进党 你替两千三百万人去想想看 蓝白河到数干件时刻 合不合就在猴磕一念之间 知者期盼千万别只有万般算计 辜负了台湾多数民家 所以针对了民众党提出的三份民调 不少人都在讨论 到底是怎么样去加权的结果出来的 台北省立委参选游淑慧更说了 他发现一件怪事 就是在询问政党支持度上面 他说不管是手机还是视话 单独加权前还是单独加权后 都是国民党赢民进党 结果一合并加权之后 结果变成了民进党赢国民党 游淑慧就说了 其实这种手机电话的 全民调准确度 各界都还在讨论 只是年轻加权的方式 合不合理 有没有可能作假 都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看到那个视话的通数 悬殊是差很多 不是差一通两通 所以一加权就颠倒过来了 不是耶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到底视话的准确性怎么样 这两年 很多学者专家都还在讨论这件事 蔡英文那个时候怎么赢 赖清德的 硬是要加入手机电话嘛 对不对 好 那手机电话在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去年到最后 黄珊珊也公布说 手机电话我第一名 陈时中第三名 然后一般室内电话 我第二名陈时中第三名 转任陈时中怎么做 他都是第三名 然后手机电话黄珊珊第一名 结果开票出来是怎么样 这个是已经进过开票证实的 民调都是预估还可以变民调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年轻家权 因为年轻人比较不愿意接电话 比较不愿意接受访问 所以一个年轻人接到 他可能要给他算三通 他是按照真实的人口补利 但是投票的时候 年轻人确实投票率也稍微低一点 投票的时候没有年轻家权 不会年轻人投票给你算两票吗 今天十七八岁的柯粉接到 他也会说我25岁了 不要这样子笑哦 我的支持者在蔡市长遇到我的时候 跟我讲说 我有这么多电话民调 我说游淑慧 我跟他说我30岁 连老婆婆都会这样子做了 那你一直家权一直家权 大家都骗民调公司说 我只有20岁 我有25岁 我有30岁 未成年也骗说我20岁 60岁也骗说我20岁 那请问一下 这样的年轻家权 到最后是不是都被玩烂了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rool triano rool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